注意看 这两个男人太狠了 竟然在纳膜热的天气跑步 跑完后想要吹冷气 但因为电费离谱的价格 让他们不敢开冷气 好险小帅有太阳能板 他能带给二人多余的电能 但是后来他们发现 太阳能板的发电效率 没有理想中的纳膜高 在他们的一番调查下 大壮和小帅发现 太阳能板的发电效率 取决于它的温度的高低 为了提高太阳能板的发电 于是他们找上了小胖 和他的助手一起讨论 他们在商讨之后 决定使用冷冻循环搭配水 来达成降温的效果 这系统不止可以增加发电效率 最为重要的是可以把太阳能板上的热能 留下来做使用 好 这个是我们这次做的配热栽叮系统 那我们系统上下两层 第一层有我们的独树灯就是模拟我们的太阳光 这个是太阳能板 太阳能板后面有自制的热维收盘管 这一区就是我们的控制电路 控制电路有水泵电动应器 独树灯的开关 这一颗黑色的控制就是直流压缩机的电源 那有分试电或是太阳能 这个是太阳能板输入的电压及电流 这个是我们散热冷水槽 和除了热水槽的温度 温控器它就是控制说盘管的入口 如果温度太低 那它就会把压缩机停掉 这是我们选择的直流压缩机 那当初会选用它的温度是想说 可以利用太阳能板直接输出的电压 经过续电池稳压之后再供给它 那需要供应这颗压缩机的太阳能板大小 由于木是一瓶 那一瓶就是180公分 所以180公分的大小 那看过来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的 水冷室的瓶器和气冷室的瓶器 那水冷室就是我们的热水槽 它可以储存太阳能板和压缩机所产生的废热 那一次我们这个系统一次可以产生 约莫是30公升 40到50度的热水 那设计风冷室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需要它来做最后的散热 那最后的散热就是说 如果热水达到饱和 不能做散热 就是需要它来做散热 然后经过它的散热 接下来就可以到干燥过滤器 过滤掉过滤的水分 过滤掉过滤水分之后 可以经由毛细管来做降压 但是毛细管也温泉太长 温泉太长 压降太多 吸热不好 所以我们就用APP来估算我们需要的长度 经过降压之后就可以回到我们的蒸发器 也就是我们的滚水槽 那冷煤变冰 然后在泡来水里就会形成冰水 那这两根水管 就是一个是我们盘管的入水口和出水口 这两个分别需要做保温的原因是因为 当水泵把水打上去跟太阳冷板做热交换的时候 我们不要让它吸收过多的空气中的热能 这样导致我们太阳冷板热交换的效率变差 然后现在是我们的各种数据 太阳冷板电压电流 以及冷水槽的温度 热水槽的温度 那我们现在打开我们的热交换系统 我们经过五分钟之后 再来看我们的数据 我们现在过了五分钟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冷却之后的数据 刚刚太阳冷板输出从17点多到17到19点1 那冷水槽刚刚也是两三度 那已经降了一点多度 热水槽最明显 刚刚从20几度快30度 然后一路慢慢升升到40多度 那电压升的同时电流也一起升 热水槽最強的水槽 我们最好地摧降 最后用电锢飞放在10点 中途的10点 最后的电锢飞放在10点 才能发生着一个电锢飞放在20点 我们下一个电锢飞放在20点 最后把电锢飞放在20点 最后一路上架上出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